餐廳那有一間店竟然能夠讓藝人許若萱 金馬以後書籍都愛得不得了 這是什麼樣的好料呢 原來就是鐵板燒 這間店食材不論是海鮮還是牛肉都是走高島路線的 業者還說全部都是當日進貨 這其中連鐵臉都顯得特別有創意 就滿滿的紅酒瓶填滿兩層樓高的玻璃酒窖 裝潢風格時尚但這裡不是夜店 這是一家鐵板燒餐廳 而且讓藝人許若萱金馬以後書籍愛到親自送花掛保證 火跳跳龍蝦對半切 在高溫鐵板上滋滋作響 鐵板燒料理要好吃手中食材新鮮 但師傅還有獨門秘招 先加水 接著用力蓋住鍋蓋溢出水汽 前後要重複六次 用這個壓力鍋的原理 在裡面形成一個熱對流 這樣它的原汁原味反而不容易流失 龍蝦單吃鮮甜彈鴨 師傅還巧妙搭配醬汁做出兩種口感 據說徐若萱每次來都會點 海鮮不馬虎 牛肉也只選用prime等級 搭配肥美額乾不特別 香脖皮辣椒和起司當成牛肉卷內餡 口味相當特別 這兩個味道綜合起來 就是感覺很特別 就是外面都沒有吃過 然後牛肉半身不熟的也很好吃 把砂糖鋪成一個圓圈 再把中間填滿玉米粒 你沒有看錯 這裡的特製甜點 竟然是鐵板爆米花 直接師傅雙手壓著鍋蓋 不停轉動 讓玉米粒均勻受熱 特別的鐵板爆米花 據說舒淇每一次來用餐 都得抱上這麼一大碗 食材走高檔路線 兩公斤重的松葉蟹 在這裡也吃得到 走中高價位的鐵板燒 開幕不到一個月 就先有名人加持 但是